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看看今天一共都有哪些环节吧 首先 第一个环节 鱼恒斯答案 嗯 大家对鱼恒斯都有了解了吧 今天要爆料的主角正是关于他的两任司官哦 嗯 第二part就是对舟探秘 我与之之将会再次担任现前员 替大家先去对舟境地探探路哦 没错没错 冒险time 接着是我们熟悉的第三个环节 新版本福利活动 以及神秘的最后一part 不乐为奇想 中二少女会透露什么怪人未来的新内容呢 大家可以前前期待一下 那么正式进入前瞻爆料 新版本的先到pv看过了吧 指引者们都有猜到旭君一行究竟发生了什么 才让男鹰判若两人吗 嗯 等一下 可不只是判若两人 最后一幕的纯白形态 嗯 那个也是男鹰吧 嗯 关于他的谜谈可太多了 所以我们准备直接去找玉先生和林涵大人问问 毕竟他们算是最了解男鹰的人了 嗯 玉先生已经在天河集市了 执行者们我们快出发 玉先生好 方才练剑耽误了时辰 久等 无妨 难得你愿意出来逛逛 执行者也在 打个招呼吧 嗯 晚上好 执行者 集市好热闹啊 很久没见过这番景象了 对周一向事物繁忙 战事不断 辛苦你了 不过最近燕淼的惠明研究有了新突破 想必能为你减轻负担 再好不过 燕淼的能耐可真是不小呢 他虽认知于衡司司官不久 尚不能做到完全的游刃有余 但大家都看得出来他的决心 你好 我是燕淼 先认于衡司司官 嗯 总能见他 在为于衡司的事物而操心 这孩子也不太擅长家务 主动寻求帮助又太害羞 凌寒你与他同在对中 可多多招呼 记下了 我很喜欢他的武器归横 每次见都有不同的劣阵 作战形态灵活 确实是飞刀的魅力所在 不过说到于衡司 在今日仍是饱受飞影 毕竟有前任司官南音的事儿在 南音与我 曾经一师一友 但他如今已是整个九域的大敌 我们迟早会与他全力一战 明白 为了那一天 我已经等待很久了 如你所见 我就是南音 天色渐晚 该长灯了 站到惠民那一方之后 南音已然变得冰冷无情 曾经能够洞察人心的敏锐知觉 如今 成了藏匿踪迹的戾气 那只长枭 踏进海带子身上 是他现在的武器 紫竹 如今具有操控死去怪物的邪恶力量 吹销作战 倒也不愧为自幼喜爱音律的南音 失踪两年 没想到他会以这样的形象重现于世 过在墨色长袍下 便于四处藏身吧 不过 也有人记录到了他的另一副姿态 人们虽然能从音乐中获得片刻的安宁 却难以感受到永恒之美 蝴蝶 象征着自由 美丽 也象征着灵魂与死亡 是他一直在追求的永恒吧 如晶体一般闪闪发光的茁壮 在他身上 究竟发生过什么 也许其中 正隐藏着操纵惠明的关键 这些未解谜团 我会继续追查的 有劳了 不过今天本意是带你来散心 结果又收回了工作 谢于先生美意 我很喜欢这里 氛围很好 真的 那我们从现在开始 不论工作 认真逛逛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没想到 从着男婴的情报来 还意外收获了 叶淼妹妹的一些番外 她好可爱哦 我愿意替她做一辈子的家务 耶 原来木木喜欢甜妹啊 不过因为男婴的关系 叶淼妹妹工作一定很辛苦吧 啊 可恶的男婴 不过连最熟悉她的人都猜不透她的转变 我反而是有些期待 她是有什么苦衷 诶 那我可就要卖个关子了 男婴的 你太批威明天发布哦 大家若是想继续探查关于她的故事 记得蹲一蹲 OK 那第一part就先到这里 下面来到今晚的第一波福利时间 实行者们请看向直播间最下方 快记下这段神秘代码 登陆爱达星临走一百五十个香香墨镜哦 都记下了吧 那我们抓紧进入第二part 走喽之姿 出发去对洲冒险啦 来喽 我们现在来到了对洲 诶 这是 男婴的二階啦 啊快放大看放大看 好漂亮 真不愧是九玉 大姐姐呢 是的呢 现在她还在吹哨给我们听 哦 你知道她身上有多少个蝴蝶吗 嗯 数不清楚 这个还是需要玩家 来帮我们数一数 偷偷告诉你 你快看她的大腿 哦 上面还有一个蝴蝶纹身呢 诶 是的呢 不行不行不能看 只能我看 诶 哦 男婴 她是赤脚的耶 嗯 这么冷的天 她的脚一定很凉吧 建议来我的怀里暖一暖 不要紧 人家是悬浮在空中的 哦 现在我们是在敖门关 我是本次 对洲的导游 芝芝 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敖门关是我们对洲 诱郡的核心地带 过去城市开采预卖的重要所在 在焚天炉建设完成后 这里就作为了对洲的枢纽 但后来因运能供给紧张 而不得不停止运行焚天炉后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了 诶 是的呢 诶 我们现在到了焚天炉 这个焚天炉怎么是动起来的呀 像这么大的焚天炉 我们对洲有三个 焚天炉 这个东西呢 是要根据主线任务去解锁它的 解锁完了之后就可以 免疫一些暴风雪的伤害 哦 是不是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小火球呀 是的 芝芝你好聪明啊 毕竟做过功课的 有了这个小火球在暴风雪里 我们就不会被伤害了 是的 现在我们来到焚天炉的底部实验室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些 跟惠民的战斗 所以导致这里 一片狼藉 好像是坍塌了 是的 好像在下面有一个密室吧 是的 这个密室需要通过玩家去解密 才能打开 解密了可以获得什么呢 让玩家猜一猜呢 一个香香的墨金 诶 不能这么早的就说出来嘛 现在我们来到了望破桥 啊 这个望破桥啊 据说是惠民入侵的时候 给对洲带来了超级大的灾害 然后右军就发生了大面积的解体 紧留下了数块岛屿桩的陆地 之后呢 就在这个地方建设了桥梁 很多受灾的对洲百姓 并在这里悼念他们的亲人 哦 原来还有这个典故呢 听说对洲还会有新的boss耶 新的boss呀 那可得好好说说了 新的boss叫做 插娇 记录在岸的九域最高惠民 主要活动于对洲 虚俊的冰湖中 可以控制一定范围的温度 战斗时凝水成冰 以作为武器 害怕吗 好可怕 这里还有一只鸟 在冰雪上 生存应该也不容易就不摸它了 等一下过这个桥的时候 你朝右边看一看 哇 是不是很熟悉 好熟悉耶 这都是我们之前在九域冒险过的地方 好漂亮啊 嗯 那可以考考玩家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可以打在弹幕上 是的 打在弹幕上 看一看 答对了也没有奖品了 嘿嘿嘿 现在我们来到了对洲禁地 一个人都没有 不然为什么叫禁地呢 一个人也没有 一个怪也没有 现在到了友郡一步 这个地方真的好荒凉 这个应该是之前的部口 看见上面的那个大钟了吗 是不是很眼熟 我们第一天来到九域的时候就有它 等等桥中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冰桥的效果 怕动脚 我现在上座棋了 这个冰真的好冰啊 那你知道为什么男鹰不穿鞋吗 为什么 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所以你看男鹰为什么这么厉害 学会了吗 你也可以不穿 难怪我现在在对洲这么冷 现在怪物 有好多怪物都是两眼发红光呢 这个时候不要去惹它们 为什么 它们两眼发红光的时候就会互殴 离远一点 你过去就变成它们打你了 现在还有被冰冻的怪物呢 哦动起来了 哦有解冻 快跑 这些冰冻的怪物好像之后可以用火武器去攻击它 然后解冻 我还以为是用火武器去攻击它 给它料理一下 这里有一只可爱的 啊这个叫狐翼 它是炎翼的幼年体 它体型比较小了 啊 啊这个体型比较大的 就是它的老爹炎翼 哎 过来了 跑了跑了跑了 看着像不像一只超大的蝙蝠 是的 但是你看它虽然长得像蝙蝠 但是它的四肢都很强壮 它其实靠走路的了 它会飞 但是它平时走路都是靠腿的 太恐怖了 先溜 前面好像有一座大的石像 嗯 怎么看不见雾太大了 来我们走正一点 是什么蒙蔽了我的双眼 是暴风雪 啊 这个就是我们对洲的石库巨像了 相传啊 是为了纪念虚骏战史的玉卫建成的 哦 这只好渊博呢 嗯 那 苦读诗书三天三夜 现在我们到了宪政窟 宪政窟也是在我们虚骏山洞中的